現在是早上10點半 哈囉,你好,我是阿宅爸爸 我們家今天全家都睡得比較晚 因為是假日 然後東東也很配合 所以我們現在才準備要吃早餐 沒有嗎? 是我很犧牲好嗎? 從早上就大概5點多6點多就開始聽他哀了嗎? 好,我老婆很犧牲 我老婆很犧牲,造成了東東很配合 所以我們現在才準備要吃早餐 然後來我們來餐桌這邊吧,媽媽 我剛剛發現了一間早餐店我們家附近新開的 為什麼要特別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樣子等一下給你們猜猜看這樣子多少錢 我們開燈 來,童童請開餐桌的燈 來,請開燈 你猜多少 50 好,媽媽來看看 這樣一大袋 裡面有 好,你要不要先看看有什麼東西在猜 70 70 你先看一個一個來 不要,我要70 好 誰先拿出來,我拿出來好了 我猜70 好,我們要先看有什麼 你先看有什麼才知道啊 你先去洗手好了 70 好 有什麼 來,我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是 巧克力吐司 一份 然後 這都現做的喔 豬排吐司 豬排三明治 一份 一字排開 然後 再來 這是什麼 培根三明治 一份 而且都是完整的,就是大片的喔 目前為止這樣子喔 然後 酮酮要的 這是什麼 起司蛋餅 對 起司蛋餅 蛋餅還有焦起司 不是普通的原味的喔 一份 我知道了 這樣子 總共 四份 來 酮酮的答案是70嘛 好,那媽媽咧 60 欸,你們怎麼都 這麼狠 這樣早餐店老闆怎麼活 八十啦 這樣早餐店老闆要怎麼活 來來來 正確答案要準備揭曉了 100嗎 沒有沒有 這是答案原價啦 我先講原價 原價115 那三價我忘記了 反正老闆一個一個 30 40 然後240 30什麼的 他叫一下110萬計算機 那10點過後 他早餐一律半價 一律半價 所以全部 58塊 58 好便宜 好便宜 東東這些58有沒有很便宜 58 東東說我都喝 奶粉我又不能吃 我都喝媽媽的奶奶我也不能吃 再便宜也沒有用 對不對 58 而且他是現做的喔 他不是說什麼 擺很久 那個 他就是現做的喔 58有夠便宜 58有夠便宜 就是那一間啦媽媽 就是你是不是叫早根啊 我們家附近新裝潢好的那一間 原本是在賣豬排飯的 好燙 好燙 好了好了好燙 好燙 這麼少 不行啦 沒有睡啊 沒有水清過就好了 水不是現在喝 一口一口一口 你一天有喝 幫他倒到哆啦A夢的頭頂 好了 媽媽那你要吃什麼的 有甜的有鹹的都有 吃不完一個可以當下午的點心 起司 熱一下就好了 通通是起司蛋餅 蛋餅還有好幾種喔 他現場還有好幾種 還有火腿蛋餅 玉米蛋餅什麼的 綜合蛋餅 通通都半價 早吃到就 我要開動 你不是說你不要蛋餅 我要開動囉 我要請開動 好 老爸你要牛奶是不是 好 對啊 你你要牛奶嗎 我不用啊 通通我們要吃早餐囉 今天的早餐 有沒有很厲害 有沒有很厲害 這樣58塊耶 有沒有很厲害 有 我爸爸再給你開罐小罐 小罐子我沒有一罐啊 不用我不喝牛奶 你不喝牛奶你要喝茶嗎 你抱他因為濃濃滋我幫你熱啦媽媽 因為我才會進去弄好了 那你要吃什麼口味的 當當的這三個三明治 因為你說你要吃吐司 三明治吐司 吐司比較會嗎 對啊你要吃什麼 你不吃那甜的你要當點心 還是甜的你要現在吃 我要吃那個豬排 豬排三明治喔 你會認得豬排的字嗎 哪一個是豬排 而且他面對還有夾蛋耶 不是只有豬排 我從側面看到 豬排 昨天在整體的時候 我還幫童童找到他那個 以前人家送的文具組合 你先吃 然後裡面還有自動蒸洗跟筆芯 還有橡皮擦跟口 童童不用加醬油對不對 爸爸我抱他啦 你先吃 你先吃啦 然後我把相機轉個方向 看你們 看你的內容 那爸爸媽媽要吃什麼 我我就吃培根啊 媽媽吃這個 培根 對啊 我看媽媽打開來裡面有什麼料 是巧克力的 這才是洗的 你坐著吧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豬排三明治裡面 這樣等於一個才十幾塊而已 真的喔 會不會很 裡面會不會很空虛 還是很豐盛 很好吃喔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我放大一下 有蛋耶 對啊 你把它稍微醉著相機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蛋跟豬排啊 還有小黃瓜 有嗎 有 有小黃瓜絲 很不錯耶 可以常常去光顧 就算沒有半價 我覺得 它的蛋餅好像也比美麵便宜耶 因為它的原味蛋餅 我早上不是常幫你買 早上 才二十塊而已耶 我記得別家都要二十五 大部分店都二十五 蛋餅不是十五塊嗎 那你昨天是多少年前的一次 這幾天早上我送 送童童上學 一開始 一開始王子麵都六塊八塊 你有過過那個年代嗎 你怎麼知道 老師跟我們講的 對啊 你出來年代就是十塊 我沒有啊 小袋的是一包一塊 一塊 好便宜喔 然後 這幾天我送童童回 上學回來的路上 都幫我老婆帶早餐嘛 我都幫他買這 就已經幫他買這間的蛋餅了 那蛋餅才二十塊 可是那時候因為都蠻早 送童童上學回來 都還不到八點七點多 我就去買了 不知道他十點之後 早上一律半價 他門口就有寫一個單字 是做好的啦 是做好的啦 這些就是已經做好的 這那個 李歐很像 就擺在門口說好 可是他是保在那個 門口的那個保溫的 櫥窗裡面 他可能做太多了吧 可是琳瑯滿目什麼都有 東東很淡定的 看你們吃早餐 剛才被媽媽撿 真的喔為什麼 因為沒有抱他 他過一下對面嗡嗡的 然後抱起來之後啊 又要開始 恩我就說你要幹嘛 傻東東 彤彤就在旁邊說 不要念他啦 不要念他 應該是昨天吧 阿沒事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有一件 任務要做 吃完早餐 欸有任務糟糕了 東東 什麼任務 我們要來挑我們之前在月子中心拍的新生兒寫真要選兩張出來 應該算好選啦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造型 看你們要正面還是要局部的啊 一張正面一張局部嘛 一張全身的造型一張局部 沒有我跟你講 只要有電子檔你有全身的 就 就可以 局部出來 因為全身的就可以放大 就變局部啦 因為他解析度夠高 有買電子檔 一張一千五耶 他給你的電子檔 解析度應該很高 打合見了 差不多啊 打合見了 我打合見了 爸爸 撐一下他的脖子 有啊 我的手直接是環著他的脖子的 你不要他這樣晃我會怕怕 小心打合見他那個 傳染喔 他這麼小他不會把旁邊的空氣吸掉 媽媽不怕 爸爸有撐好我的脖子 撐好我的脊椎 因為我是小小寶寶 我是小嬰兒 因為我出生還不到一個月 欸 你是不是兩下體重嗎 等一下喔 這不兩 可能先沾上去 可以用小米體重機把它放上去 沒有爸爸先沾上去 然後呢 量好之後再抱著東東沾上去 然後呢這是數學問題 然後再把它減掉 爸爸抱著東東沾上去量是 70公斤 然後爸爸不抱東東量是 65公斤 數學題 數學題來了 請問東東幾公斤 5公斤 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屏幕對不對 要怎麼算算式是什麼 我們還沒交到那麼高耶 有啦 爸爸抱著東東上去量是70公斤 他現在都是純淺 所以都是加法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培根 三明治 裡面也是有蛋吧 培根裡面 也是有蛋 媽媽每天都幫你洗眼 然後 露在這邊 好大 兩條大培根 黃瓜 不錯 一份大概半價之後大概15塊而已吧 然後這個是巧克力的 側面就看到巧克力有溢出來 下午熱一下就可以當點心 媽媽的孕婦的下午點心 你不是孕婦我一直講孕婦 產婦 沒有想到我變孕婦 要換房子了 再偏孕婦的話 你要分享這兩個男友飯 吃完就可以跟媽媽一起看 他給的預覽圖都很囂張啦 因為他就是怕你 對怕你直接拍下來 就用了 我們弄的是熊寶寶的 好我們就一邊挑 然後我就先分享到這邊 那之後 我們選好的 他崩潰了 爸爸幫我拿一下他的嘴嘴 先拿嘴嘴 嘴嘴來 你聽到嘴嘴就明嘴嘴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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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你要滑鼓動一下 會跑在上面 9227 9227吧 9277 我們去拿一支鼻子吧 I I I've got it on my mind but He doesn't know my name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wish you failed to save And I'm acting stupid like every day Don't know what to do